波兰總統杜達和夫人專機抵達北京 展開五天國事訪問 將與習近平會談 可能觸及歐盟將對中國電動車加徵關稅 在此之前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 先抵達中國大陸 哈貝克會見大陸國家發改委主任鄭山傑 這是歐盟打算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高關稅後 首度有歐盟高層訪華 外媒指出哈貝克對北京官員說 歐盟提議的關稅不是懲罰性關稅 德國態度放軟 中國大陸商務部長王文濤讚賞德國 並揚言將透過WTO提出訴訟 其實這是企圖打壓中國產業發展 根據彭博消息 繼美國歐盟後 加拿大也計劃向中國電動車提高關稅 應對中方產能過剩 另外日本共同社報導 中國大陸純電動車普及價格競爭激烈 令較少純電車型的日系車商陷入苦戰 擬桑汽車將關閉江蘇長洲的車廠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